謝謝新年跟李國毅 這次兩個人就是又再次合作 是不是一聽到對手是對方 就馬上答應了 對 那時候劇本其實還沒有 就是沒有很明確 然後那時候還沒看完 就聽到是國毅就立馬點頭了 這樣一直遇到對方 會不會覺得很膩啊 不會 你膩了嗎 你覺得會 你膩了嗎 沒有 我們上一次合作也是 去年 去年1月 那一次合作下來 一切都非常的順利 而且和欣穎也變成很好的朋友 那這一次 我想不管是在信任上 或是一些 默契 默契 安心感上面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 最完美最舒服的狀態跟時候 但是我們就是會 跟上一部戲區隔開 我們這一次的關係 也跟之前的不太一樣 戲裡面 所以我相信可以給觀眾 跟不一樣的 謝謝你到李國宜 睽違了好像很久 這麼 放得開 活潑 任聚這麼大的表演 其實每天都 瘋瘋癲癲癲的 大家可以在 這部戲裡面看到我會有很多那種 呀 你成累了這種 你爸對不起喔 起床了 起床了 對 好 差一點先來 對 差不多這樣子的 有很多這種 所以玩得還滿開心的 對 就是昆達 之前有說過 今年年底會跟 家蓮就是 學生季結婚 哇 剩沒多久 哇哦 真的 哇哦 但還是有一點時間嘛 對就是 年底前會 對 我會加油